谢谢,谢谢永峰的介绍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向大家介绍 Groovy 9.0的新版本 这个版本是我们上个月初发布的 那么这个版本的主要强调性能的提升 速度的提高 但是呢我们也加了很多有用的性功能 比如像Nolier启发式算法 对那些像是用红色表示的 我会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 那么还有integrality focus 强调整数进度 并且对python接口进行改善和扩展 还有其他一须改进 这个版本呢像我说的主要是强调性能提高 那么我们对各种类型的问题 我们支持的各种类型的问题 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 那么效果也比较好 对各种问题都有所提高 有的比较大 有的比较小一点 那么总体来说还是就是速度提高还是很好 那么先讲讲LP的提升 LP大家知道主要用两种解法 一种是simplex单层型法 它包括对偶跟原始两种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内典法或者叫障碍法 那么单层型法呢 是60年前Dantic提出来的 已经有60多年了 然后内典法是卡玛卡提出 有30多年 大家就是学术界和工业界花了很多精力去提升它 现在也是越来越难 那么这次我们能够提高速度比较大 那么我先谈谈一个模型 我们这些数据的提升 都是在我们内部模型节当中测试得到的 那么这个我们内部的模型节呢 主要是从用户当中 有的用户给我们甚至上万个模型 那么我们对其中 比如说一个类型的模型 我们加入五六个模型 到我们的内部模型节 那么我们现在有2600多个客户 那么加了很多问题 像那个LP我们就有1500多个模型 MILP那个模型就是更多 有5000多个 所以要在这许多问题上 你要提升就不是很容易 那么不像你就是说四五这个模型 那么稍微调一调 你就可能能够提升比较多 那么我们有很多客户 通常他更新需要测试 他的那个就是新版本速度如何 所以说我很难就是说 你如果随便调调 可能就是影响他们的速度 所以说呢 能够提升这么多 还是很不容易 特别像那个Simplex 这个已经有这么多年 要提升这么大速度 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么对于那个队友单身刑法 我们提升了29% 平均提升 那么对于男的问题呢 提升了超过60% 对于队友 约实单身刑法 或者内联法 那么提升超过15%平均 那么对于男的问题提升了34% 对于MIP 特别是MILP 大家知道 大部分用户是用MIP 建立他们的模型 去解使用问题 所以说在科学界 或者学术界 还有在工艺界 好多人花了很多精力去提升 那么现在越来越难 但是呢 这次我们也能够提升一定的速度 平均提升呢 是5% 对于男的问题呢 提升了10% 那么MIQP 就是拖的问题 我们平均提升呢 是6% 男的问题呢 是提升了20% 那么MIQCP 拖的问题 我们提升了13% 男的问题提升了57% 对于上线性 非拖的MIQCP 这个功能呢 是我们上一个版本加入的 那么它是比较新 当然上次加入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那个Benchmark 标杆测试当中 我们大大领先与其他 这样类型的优化器 那么这次因为是比较新 我们又花了很多精力 那么平均提升呢 是4倍 男的问题呢 超过就近10倍 另外对IRS 你如果的问题是不可行 那么到底原因是在哪里 通常用IRS 叫Ireducible Inconsistent Set 来做 那么平均提升了2.6倍 男的问题超过5倍 那么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新的功能 像我刚才讲的就是红色的 我会给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 一个是knowledge 发射算法 第二个是integrality focus 强调整数进度 另外呢 对python借口 python矩阵借口的扩转 另外呢 我们支持pipe install 另外在优化当中 是放gear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本来你们用 Glooby的python的界面 你的程序不能是平行的 那么我们释放了这个呢 你的程序可以是平行计算的 那么另外对那个就是user cut 就是预定user cut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加入 你可以对你的问题所信 加入你的cut 那么以前呢 是通过回调 你可以加入 那么现在就是可以 你事先定义 在解问题之前就定义 那么我们通过lady这个属性 来定义 用副页 那么如果不是副页呢 是表示真的是lady constrained ladyconstrained呢 又说呢 是跟那个cut有一个不同 cut呢 则是不会把那个目标则 这个解会改变 则是提出用的 ladyconstrained呢 是会改变的 它是要真的要满足的 另外呢 对多目标功能 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户 用多目标功能 他们也提出不同的要求 其中一个就是更多的控制 像解读目标问题 你先解了一个目标 然后下一个目标 我们通常把前面一个目标 转化成一缩 那么呢 它的左边右边向呢 就是它的目标则 但是呢 你要给它一定的余量 才好 那么这个余量到底多大 我们现在也可以用户控制 另外一个对IRS规模的估算 前面讲了 我们对IRS提升速度比较大 那么另外呢 在那个log 乐视文件当中 你可以课看 这个我们一个是 现在的IRS的规模 可能是5 或者是到100 那么这个间距比较大 另外呢 现在我们也给你个估计 可能是30 那么这个估计呢 有些帮助 因为你的那个IRS 其实太大的话呢 你很难找出问题 如果小的话 就是比较有效 另外对运算服务器 通信学义的改善 那么在服务器的时候 你总要传递信息 比如说我要得到 那个最有解的折 比如说这个变量的折 你如果每一次多去要的话 那么每次多有一个 就overhead 有一定的 要加一定的时间 那么现在呢 给你一个就是说 事先告诉 然后一次性把它调回来 这样就是提高 那个通信的时间 减少通信的时间 另外呢 我们还对运算服务器 和云计算提供 诺质和违访功功能 这是什么意思 以前呢 三年轻就开始支持 就是在非服务器 就是Legola 通常的版本情况下 你如果说用Globy 调一序程序 然后建立模型 解 然后你看看这里面 好像有问题 那么你要找我们 看是什么问题 那么这个是一种测试 debug的功能 那么我们就可以 你把那个 录制下来的数据 提供给我们 我们可以违防 违防就是找出什么问题 以前的 印算服务器当中 不支持 现在呢 也支持了 另外呢 对调优工具的改进 就是说Tuning Tool 那么通常你对解问题 如果你对速度 你感觉不满意的话呢 你可以 第一可以用 那个Globy的 那个调优工具 去测试 找到比较好的参注设定 那么提高速度 那么这次呢 通常呢 这个调优工具呢 首先从 无论者开始 无论者 然后再 找有关的参数 我们去调 然后呢 现在呢 提供一个功能 就是说 你觉得这个模型 这点参数 已经你知道 用这个参数比较好 你就固定 就是叫Base Team Base Setting 那么从这个基础上 再进行调 这个可能更适合于 你的模型 这个功能我们 另外呢 一个就是说 调的过程当中 可能最终就 是给你是 提高了5倍速度 但是参数 可能要调10个 你觉得太多 可能有的 这影响比较小 有的影响大 那么那个结果呢 你希望 我能否把那个 减 有的时候 可能Overtune的 就是调的过分 那么你可以说 是否可以减少一点 参数的改变 那么我们提供了 一个叫Tune Cleanup 的办法 那么现在来讲 Nolio 启发射算法 启发射算法 这个主要目标呢 是有些问题 它的松弛问题 比较难解 那么对有些水用问题 用户要求比较高 他比如说 一个小时 我希望得到 比较好的解 但是松弛问题解 可能就要需要 接近一个小时 那么你就没时间 去找可信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我们以往 我告诉大家 我们有很多 启发射算法 大致有两类 有一种是 就是跟那个 就是松弛解 没关系的 那种解呢 通常就是比较快 但是呢 这时候的解呢 效率 质量不是太高 另外大部分 质量高的呢 需要松弛解 那么就是 就是没办法解决 你又要时间快 又要解的 质量比较好 那么这次 我们就是引读 就是No relaxation 但是呢 我们通过 issue办法来解 那么吃药的目标 就是在给定时间范围内 最大找到 最好或者较好的解 有时就是说 因为那个relaxation 松弛问题比较难 那么处理的 接点量就比较小 那么在给定时间内呢 大部分的那个 就是好的 有类似的 都要有那个 就是松弛解 以松弛解基础来找 那么你接点数少呢 松弛解就比较少 但是很难 在大的空间里面 寻找 这样就是 很难找到好的解 那么流略起来 发射算法呢 就可以在更广泛的 空间里寻找 这样比 就是常规的 分子定解法 可能更有效 那么缺陷呢 就是说 因为你松弛问题 不解的话呢 就是你不知道 它的那个 就是Lawob下限 目标的下限是什么 对质量呢 就很难有好的估计 那么流略起发射算法 是什么 运行的呢 就是说 你知道 就是第一呢 我们会进行 预优化 把模型给 那个 缩小一点 减少 并且呢 把它 增强 而另外呢 就是 然后做了以后 以后呢 就直接解 那个松弛 LP松弛问题 那么在这个之间 可以启动 Lawob下限 发射算法 那么它从一须 那个启发射的逻辑 来构造一须解的向量 可能是原始的解向量 也可以 deuce的解向量 那么通过这些解向量 你就可以固定一须变量 固定以后 变量以后 你从各种形式的固定 可以产生 就是紫迫小一点的问题 那么你比如说 产生了二色 那么你可以解 那么你比较多了 这种紫的问题 你就是解的话 用平行计算 这样就是得到一个可行解的机会 就比较高 并且呢 得到好的目标则的解呢 机会也比较好 并且是平行计算 另外还有一个策略问题 比如说你产生了二色 这样的问题 那么刚开始 平行计算四个 那么你各种的策略 这个策略可能你觉得比较好 那么在下面五个问题开始 就是好的策略 我们就会花更多的精力 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来说 no realistic 你只能在这个 就是这预优化 跟jlp松弛问题之间应用 你如果设一个小时 它就一个小时 那么我们有两个参数来控制 一个就是neural over time 这个就是你告诉我 就是用一个小时 那么它就一个小时以后停止 但这个是non deterministic 非确定性的 因为跟始终有关 另外一个呢 你如果像用了一个小时以后 继续那个 这个mip的解的过程 那么有的时候 好多人不喜欢 非确定性的 那么确定性的呢 你告诉我大致一个小时 那可能到时候 可能是40分钟 也可能是一个小时多一点 那么下面讲 integrality focus 就是强调整数精度 细流效应的问题 那么非常普通的一个模型表达 是就是neural 那个就是c等于0 意味着x等于0 那么x是一个连续变量 它的下界0 上界可能没上界 可能上界是一个大的折 big m 那么什么地方用呢 比如说这个建模用了很多 就是如果不建厂的话 这个01变量就是等于0 那么如果不建厂 当然也就生产不了什么东西 那么建模选项呢 你可以用 就是我们有一个general constraint 其中一个general constraint 就是叫indicate constraint 就是指标一说 你可以表说就是c等于0 意味着x小于等于0 那么在内部呢 我们自动转化成sos一说 sos一说呢 是什么回事呢 就是sos1 就是说这两个变量sos1 就是表示只有一个变量 可以去非0折 那么你如果引入一个新的变量c' 如果c加c'等于1的话 那么c等于0 就意味着c'等于1 那么becausec'等于1的话 那么这个已经去非0了 所以x必须去0 所以这两个是等价的 那么转化成以后呢 我们再进行预优化 那么其中有一个参数 就是play play就是预优化当中的参数 sos1 big M 那么根据这个的参数 是定来决定 是不是转成大M 也说大M 也说就是x小于等于m增c 那么通常呢 默论者大概是蛇的4脂肪 那么精度就是说 跟那个性能 sos的意思呢 不在LP松弛问题当中 所以说那个就是 松弛问题比较弱 所以会影响速度 但是呢 你转化成大M 也说呢 会造成吸流效应 那么我们来看看 是什么回事吸流效应 那么我们用integrality focus 来处理吸流效应 那么通常呢 就是说 我们解 解出来的解 我们只要满足 integrality tolerance 就是整数许可范围 我们就接受这个解 但是你如果采取等于1的话 我们做进一步 就是这个解 我们得到以后 有的整数变量 它的则接近于整数 但是不等于整数 我们进行至少误弱 然后 以后再带到那个 一说里面 检查是不是可行 如果不可行 就是舍弃这个解 用整数分支来处理 举个例子 像这样一个一说条件 有三个变量 然后它的那个就是 松弛解是 x等于1100 然后11等于10的 负6次方 12等于10的负5次方 那么我们默认的 integrality tolerance 就是整数许可范围 是10的负5次方 所以它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如果取4356到0的话 这两个对0的话呢 你把这个带进去以后 左边就等于1100 所以说违反一说1100 所以说大家用户通常不喜欢这样的解 那么用分支来解的话呢 就是说我先把这个分两支 一支是就是11小1等于0 如果11小1等于0 你重新再解 那个就是松弛问题的话 你得到了一个新的解 比如说x等于1000 111等于0 12等于10的负5次方 然后40356以后 还是带进去 还是违反也说1000 然后你可以继续在这个xc小1等于0的负点 再分支c2等于小1等于0 这样就两个都等于0了以后 你可以用G点又余化 那么你知道x应该小1等于0 那么你有了这个小1等于0 你再去解 你会得到这样一个解 比如说这样一个解 不一定 还要根据其他经过 那么这样的解 你把它四双五落以后 这个与数条件就没有违反 那么你就接受这个是开心解 那就是这个情况来处理 那么现在来看看到底效果如何 那么一种是默认的 默认的就是integrality不等于0 就是这个功能不启动 那么默认 那么我们对我们内部的 有4000多个模型进行测试 有255个模型受到影响 受到影响就是说 它的解虽然满足整数许可范围 就是integrality tolerance的范围 但是你如果取整 四双五落以后带路 它会有很大的约数违反 那么你看 就是说有250个问题 你看有的是5个模型 它违反的这个超过是 就是比较大 就是有这么多的不是太好 那么对于影响的模型 那么你如果进行分支来处理 那个速度肯定会变慢 那平均变慢20% 那么对于没影响的模型 它也会影响 你要取整 然后再要带路 再去查是不是违反 所以也会影响 那么整体慢2% 所以说影响也是不大 但是效果很好 你看现在没有违反很多 只有两个模型 它取整以后违反超过百分之 蛇的腐肠脂肪 所以效果是很好 那么它的默认则 因为速度改善 我们默认则这个是零 没有启动这个功能 然后你可以启动 像那个numeric focus一样 你可以启动 它们对速度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是对速度稳定性的有帮助 但是不能保证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解问题是先郁郁化 郁郁化 然后由分支来处理 那么在郁郁化 可能你找出来最后的解释 是没有这个吸流效应 但是你把它返回到原始的问题 可能还会有 所以说不能彻底保证 但是很大的改善 那么下面谈谈 那个Python界面的扩充和改进 现在呢 我们对于矩阵 也是新增了M construct 类 用于单一对象 构造一组 线性 也说 那么举例 就是你可以直接 你有一个矩阵 你可以直接用 A at x equo 等于等于B 来加入一组 那个线性 也说 那么也可以通过NumpPy的NB 的属性 比如说 那个像B 这样的一个变量 你可以 一下子set 它们都等于 也 还有一些其他功能 有好多功能 也跟那个就是MetLab 也比较接近 所以说有好多功能 你可以用 那么 也允许了你简洁的 自然的表达 比如说 你解除了一个解 你想看看这个解的质量 怎么样 就是通过Residu 就是说 参与者来看 你可以这样 就直接打印出来 很简洁的表达出来 另外有的时候 你就是想看看Duality Gap 就是Primal 跟Dual 到底差多少 你可以用这个 很简单的形式 简洁的表达出来 这个是增加的功能 另外呢 我们也支持 PiP 安装 现在呢 这个安装 是在Glooby的服务器上 所以说 你要安装 这些Pip install 还要表示 这个服务器的地址 你安装 然后呢 我们还在跟那个Pip PiPi 那个组织谈 因为现在这个 有的人占用了 但是他们 现在也不做什么事 所以说呢 要花一定的时间 我们可以 就是说 联系他们 他们 把 加在他们的服务器上 这样你就不需要 这一行 就直接可以 Pip install 那么安装是相对 多类的 它这样呢 就是这张 那个PiPhone的 那个块 就是说 吉他块 就是不像 吉他的 你从我们 网上下载 然后装整个 一个PiPhone 它这张 有玩PiPhone的 另外呢 还带一个 就是受限制的许可 适用许可 它的变量呢 有所限制 但是呢 你如果是 学术用户呢 你自己有 那个可以申请 学术许可的许可 那么这个是无限的 无限的呢 你如果说 在机器上 有两个许可 它总是我们 会选一个高的 无限的 那个许可来用 那么你商业界 也是一样 你有商业的 用许可的话 没有限制的话 自然会用 那个没限制 那么这个PiPhone Install呢 我们支持 就是两点切 这个两点切 两的版本呢 现在会 下一次可能会过时 那么第三的呢 我们支持 3.6到3.9 下面我们讲讲 那个主要是性能 这个版本主要是强调性能 那么首先讲讲LP性能的提高 LP性能的提高呢 先讲讲 就是右域化 我们改进了一个 右域化的 那个模型速简办法 这个呢 对单身心法 跟障碍法 都有帮助 另外呢 对一个就是 航速简方法 就dependent law reduction 它是针对那个线性 等着一说 那么就是 从线性代数当中 线性夺利 跟不夺利 如果是不夺利的话 我可以去掉一句 一说 那么另外 对红的 我们会做更详细的介绍 那么另外就是 对求解对欧问题 判断 是解对欧问题呢 还是解原始问题 这个我们采用 机器语言来决定 另外呢 采取解对欧问题的时候 那么用哪种方法 我们也用机器语言来判断 另外呢 对LP 或对层方面 有所改进 那么现在来讲 那个就LP性能提升 单层刑法方面 一个是对欧定价的策略 大家知道 对欧单层刑法 如果有一个机变量 它的则不在上下界之间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是 我们需要把它 拿出机 然后可能有很多这样的变量 到底选哪一个变量 那么有一种叫DevX 还有Steven Edge 有几种 那么到底选哪个 选了以后 是不是可以选择 那么这个方面呢 我们做了改进 来帮助还挺大的 另外呢 就是叫Scaling 收放 收放呢 这是对那个目标者进行收放 有所改进 那么提高了几个百分点速度 另外一个脑洞 脑洞大家知道就是 通常Simplex 大家知道可能会无限循环 那么解决 通常解决的办法就是Perturbation Perturbation就是劳动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劳动 劳动的责多大 这个呢 没有理论上的东西 就是说一种 实际上 或者是Art 到底取什么责 那么我们对这个也有所改进 那么提高了几个百分点 另外一个就是LU分解 你在解那个就是 G变量的责的时候 你要解一个线性等色 它就是BX等于 那个右端向 那么你怎么解呢 你把那个B要分解成LU 那么怎么分解呢 使用Gauss消源法 Gauss消源法通常呢 你先把那个一行 只有单个非力元素的先去掉 去掉以后 然后这个变成一个核 我们叫Curnal Curnal 然后再用Gauss消源法 那么Cast比较稀疏 然后逐渐逐渐 这个迭代到最后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另外 这次增加了一个 不单是单个非力元素 我们如果两行 有独立的二乘二块的话 或者两粒 有独立的二乘二块 我们也先把它去掉 这样提高一点效率 另外呢 在过程当中 稀疏变成稠密 当中最难处理的 那个就是不算很稀疏 也不算很稠密 这一部分比较难处理 这次呢 我们做了改进 那么提高了速度 另外呢 就是说变换元素的选择 你要选一个元素以后 然后消源的时候 就是说 非力元素的增加比较少 那么你一个是花很多精力 你可以找到比较好的 但是呢 你要平衡 那么这次呢 对平衡问题 我们有所改进 那么对内电法 我们就是对crossover 也有所改进 那么对上一个版本9.0 我们做了一些提高 这次呢 做了进一步提高 主要是那个叫 改进比例的检验 就是Ratial Test for Primal Push 那么障碍法的检验呢 通常那个变量者又不在下界 又不在上界 这种比较多 那么我们叫Super Basic Valuable 那么我们要把它Push 一个是进到G 或者是到那个下界 或者到上界 这个过程怎么处理 它有一个就是比较检验 那么在这方面我们有所改进 另外一个就是速度稳定性 也有一些改进 就是比如像初始机 Initial Crossover Basis 的数值问题的处理 我们的改进等等 另外对障碍法 它的平行计算很重要 但是呢 我们发现有一部分 处理不是太好 我们进行了改进 所以说你那个机器 如果有超过四个握力盒 现在很多机器 都是超过四个握力盒 那么你可以有所改进 那么下面我们来谈谈 对对偶形式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就是 先根据原模型 构造一个对偶模型 大家这个都是 教科书装都有说明 然后对对偶形 施加预优化 然后求结预优化的模型 这是我们的办法 还有一种其他的方法 就是说对原模型 施加预优化 然后获得预优化的模型 然后根据这个预优化的模型 构造对偶模型 然后再对这个对偶模型求结 那么两种办法 过有优趣点 那么我们的办法呢 就是说比较好处理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它对最终模型的 那个规模呢 比较难以预测 那么这次呢 我们有所改进 就是说 首先排除对偶模型中 显然可以被预优化 移掉的形和例 第二个呢 我们采取了机器学习 现在机器学习呢 比较热 所以有个好处呢 有好多那个软件包 或者工具 你可以来用 譬如像Psychic Learn 你就可以用 那么我们就是 给Psychic Learn 提供一些数据 譬如说是 行数 列数 飞线的变量 就是Free Variable 还有有上下线的变量 等等一些数据 输进去 那么让它来设别 哪些是重要的 对那个探别 到底要解对偶形式 它得出来的是纵横比 就是行数跟列数的比 那么这个呢 跟我们以前做法类似 就是说到底这个 则是多大 它给的更精确一点 那么第二个是判断 就是你决定 解对偶问题的时候 那么用什么方法去解 是对偶单层形法呢 还是原始单层形法 那么我们也用机器语言 那么同样 基本上类似的那些数据 输给Psychic Learn 就是行数 列数等等 那么它给出一个判断公社 那么我们看了 这个判断公社还是 大部分还是很好理解 还是就是用英文叫make sense 但是不是全部的 有一部分也不是很清楚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我们还是用了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对此进行手动 稍微调整了一下 那么总体来说 那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下面我们讲讲 LP的路对称性 就是LP Folding 那么你来看 现在有三个余数条件 四个变量 大家可以看 这两个WX 它的系数都是三 你可以说是比较对称 那么Y跟Z看上去 就是3324 但是二斜的 这个可能也是对称 但是你看X跟Y 很难想象 它们是对称 系数不一样 那么不要紧 这个是路对称 不是真正对称 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 那个系数的和 对每一行 每一例都相等 那么对每一行 这个问题呢 都是9 对每一 每一行都是 每一例都是9 那么说路对称的条件 就是把行和例分类 分类中 行系数之和都是相同 同样类中 例系数之和都是相同 同样类中 目标系数和上下线 都是相同 同样行的相同类中 行的右边向和大小等于 都是相同的 所以说这个条件 那么它的特性是什么呢 路对称的特性 比如说你有一个可行解 X star 对吧 那么在任何一个变量类 同样一个变量类当中 你可以把所有的变量 多取这个平均值 那么你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解 这个新的解力很容易证明 这个也是可行解 并且它具于相同的目标值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让相同类的所有变量相等 那么相同类中所有的行 就会相同 有了这个观察以后 我们就可以做对称消减模型 那么怎么产生呢 就是将变量中的所有变量和并 将行中的系数相加 那么每一行弄 你只保留一行 因为只保留一个艺术 因为其他的艺术都是一样 那么有许多文献 讲这个 有的叫路对称性 有的讲LP40 那么我们也知道很多LP的优化 其有这个功能 譬如像我们Glooby 就是说三年前 我们7.53年前发布的 那么就有这个功能 核心部分就是 如何讲飞机对称节 转换成季节 那么这次呢 改进的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发现detection方面 就是捕捉更广泛的情形 像前面的案例 以前的9.0呢 不会不足道 那么这次呢 会不足道 那么枷锁就是一个 更好的处理系数性 你发现算法当中的 系数性很重要 如何处理是 总是一个关键 那么另外对hash方面 也进行改进 那么转程机械的呢 对单程刑法 以前的9.0呢 产用superbasic的代码 进行处理 这个代码呢 用的不多 所以说这个效果不是太好 那么9.1呢 我们采取 就是交叉 就是crossover的那个代码 来处理 转化成季节 那么crossover这个程序呢 有一个好处 它有一个initial crossover的那个basis 这个basis呢 你那些superbasic的变量 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到机里 那么就是减少地带失所 第二个呢 就是说它这个程序呢 它要检测各种不同数值变差的信号 如果差了以后就重启 很差以后就重启 这样就增加数值稳定 另外呢 这个程序呢 用于那个就是障碍法 到那个的非机简 转化成机简的一个用了很多 所以大量检测跟调整 所以说呢 对这类问题 如果LP它有落对称性的话 那么9.1比9.0要快比较多 单次性发扬 那么对于内典法 以前呢 是这么处理的 9.0是这做一次 crossover 那么是怎么做的呢 你有一个问题 我们先又预优化 得到一个模型 相对来说比较大 然后根据那个落对称性 再进行简化 简化下来 那个问题肯定不会很小 那么先用belly去剪好以后 那么这个有一个解 那个belly的解 通常不是很干净 然后你转化成 那个就是预优化的那个模型 那个预优化的模型 你转化过去 也是不是很干净 那么你在这个基础上 进行crossover 不干净的解 进行crossover 容易产生数值不稳定情况 那么9.1呢 就是不是这样 因为弱对称性 用了弱对称性以后 这个模型会缩小得很小 那么你在这个基础上 进行crossover 就是时间花不了多少 并且呢 那个解变成比较干净 然后你把它 带到原来预处理的 那个模型上 这个解也比较干净 并且呢 那个叫Super Basic Valuable的数量 也比较少 这样就是说 地带次数要少 所以说呢 这里呢 也是提高速度也比较多 所以说这个主要是 这方面的改进 那么下面我们讲讲 MIP性能的提升 MIP呢 大家知道要解LP relaxation 松弛问题 这个呢 我们LP呢 提高了 但是呢 对MIP来说 影响不是太大 提高了大于2% 原因呢 主要是有的功能呢 像那个弱对称呢 还有解对偶问题呢 它主要只能用于 第一个松弛问题 所以说呢 影响不是太大 所以只有2%的提升 那么其他方面的工作呢 譬如说启发式算法 启发式算法呢 我们增加了 knowledge启发式算法 但是呢 那个molent呢 之后呢 它这个不启动的 所以这个也没有影响 然后呢 我们也加了一些 Rain的变化算法 各种类型的Rain 那么这个是有帮助的 另外呢 对已有的启发式算法 进行改进 譬如说 SubMIP的启发式 设定的 参数设定进行改进 另外呢 对改善性 Improvement Huristic方面算法的改进 那么性能的改善以后呢 对整体MIP的性能呢 这提高1到2 这是针对最优解 通常呢 你知道启发式算法 对证明MIP的最优解 效果不是太大 但是呢 极大提高了发现高质量 可行解的速度 就是说发现它是快了 但是呢 证明它帮助不大 那么现在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测试 找到更好解的测试结果 那么测试结果呢 你就是MIP 2017年的公开问题 这些问题呢 你可以到SIP的网站上去下载 公开问题是指 这些问题没有解决 你可能找到了最优解 但是没有证明 它有245个问题 是open就是 那么这些问题呢 我们来应循一个小时 采取默论的9.0 9.1默论和9.0 no-rich发式算法 那么获胜的目标就是 目标则至少有1%的不同 那么如果一人无法在一小时 发现任何可行解 那么另外一人如果发现的话 他就是获胜 那么9.0默论 跟9.1默论来相比较的话 有85个模型 目标者相差超过1% 那么对9.0 有16个模型胜错 对9.1 69个模型胜错 所以说9.1 比9.0要好很多 那么9.1默论 跟9.1 no-rich发式算法相比 有119个模型 目标者超过1% 那么对9.0 默论有29个模型胜错 对9.0 no-rich发式算法 有90个模型胜错 那么就是也是差距也蛮多的 就是改善了蛮多的 那么下面我们讲讲就是 MIQCP 外逼进法 切勤面方法 那么用 外逼进法 求解MIQCP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在解 那个MIQCP 或者是TOD 你要 通常要解一个松弛问题 你可以解LP的松弛问题 也可以解QCP松弛问题 LP和QCP松弛问题 可以比较快的解说 并且在基点上 你有Warmstart 可以很快的解说 那么QCP呢 在基点上 你没有Warmstart 就速度很慢很慢 那么通常呢 用LP松弛问题去解 解好以后 这个解 你就是放到 那么就 又说 看他是不是 又说是不是违反 如果违反的话 你就是可以 用切割平面方法 去割掉那个松弛解 LP的松弛解 你可以加到 这个割平面 你可以加到 那个LP松弛当中 这种方法就叫 外逼净求解法 那么 首先在讲 这个割平面方法的时候 我们首先讲讲 二次型 一数的形式 标准形式 就是二中型 那么就是说 它是 X平方的和 小于等于Y平方 那么右边 这有一个Y 左边有几个X变量 那么广义形式 都允许交叉项 XIJ I不等于J 那么就是 QIJ XIJ的和 加线形象 就是AJ XJ的和 小于等于B 那么输入呢 我们采取广义形式 因为它包含了 二阶专的标准形式 内部呢 就是有一个参数 在Placeoff的时候 就PlaceMIQCP form来控制 副业就是Groovy来决定 0就是说 你输入是广义形式 有交叉项的话 我们保持交叉项 一就是我们会转化成 二专型的标准形式 那么二呢 就是转化成标准形式 以后 再把它分测 测成每一个专 只有两个变量 那么下面讲讲 那个AJJ的切平面 那么各处LP松弛节 有很多选项 到底怎么写 哪个切平面最佳 切线平面最佳 那么你可以怎么去割掉它 切除它 你可以解QCP的松弛问题 解出来以后 你用它这个解 去产生割平面 可以切除LP的松弛节 但是解QCP呢 大家知道这个比较花时间 并且节点上解的话 很花时间 如果你不解QCP松弛问题 那么就是有个cut separation问题 通常可以很快分离 所以说这个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找到高质量的 一个平面 就是最大距离违反 maximum violation 那么现在我们来讲讲 那个标准的形式的切割平面 假设你有一个松弛节 它违反这个预说 违反预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折带进去 它是大于Y平方 就是违反了 那么你可以定义一个新的Y' 它等于X平方之和 再去跟着 那么你如果产生了一个新的点 X star Y' 那么你用这个带到这里面去 你发现这个左边可以等于右边 那么左边等于右边呢 就是表示在这个圈面上 这个不应该平面 是圈面上 那么用圈面上 这个就可以产生一个 气垫平面 气垫平面呢 可以把这个点切掉 可以证明 那么另外这个点到这个气垫平面 它的距离最远 所以说是标准型的这个形式比较简单 产生切割平面 气垫平面很简单 那么如果不是标准的 广义的形式 通常如果用户用广义形式输入 我们也是保留广义形式 理论呢 是你要转化成标准形式 你通常要加变量 并且还要做LL分解 那么如果保时的话呢 在这个情况呢 就是没那么简单 首先你有一个点 它如果违反这个预说 违反预说 本身预说的是小于等于 那么现在大于就是违反 那么到底怎么找到一个点 在线上找到一个点 去产生割平面 来割掉这个点 不是这么容易 那么我们也不想强悉 介绍这方面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是怎么来找的 那么怎么样的割平面比较好 那么这个例子很简单 是x平方小于等于y 现在这里不是y平方 如果y平方的话就是标准型了 就比较简单 如果这个例子 你有一个点 x star y star 它是违反这个预说的 那么你可以把 就是y固定 然后x的变 然后可以碰到那个决限上 那么碰到这个决限上呢 你可以产生一个就是期限平面 那么期限平面呢 你可以这个点就到这个期限平面有一个距离 它还可以把这个点割掉 另外呢 你可以保持 x不变 y变的话 你也可以移动到缺限 或者是缺面上 产生一个期限平面 那么你也可以把这个点切掉 那么也有一个距离 那么你看这个d1可以比d2大 所以说看上去 这个切平面 切线平面比较好 但是呢 这个点如果y是负的的话 如果在这里的话 你如果固定y移动x 不一定能够找到全面上一个点 所以说这个不是最容易 那么现在我们的目标呢 是要找到最大距离的期限格平面 那么采取dif形式 就也像那个就new的方法 那么譬如说给出一个点 是违反这个预说的 同样的例子 同样这个点是违反预说的 那么我们首先在表面上 有一个方法 就是找到一个表面的点 然后产生这个格平面 把这个点割掉 那么我们不就详细讲了 怎么找 总是可以找到的 那么9.0呢 如果找到了这个 就是我们到此为止 就把这个格平面 加入到松势问题当中 那么这次呢 我们9.1呢 我们进行要改善 那么有了这个格平面以后 我们可以把这点 投影到格平面上 继续延长 跟那个缺陷 或者全面相较一点 那么在这一点 我们再产生格平面 期限格平面 那么这个距离就会增大 那么然后再可以投影 再继续这个过程 那么当这个就是 投影的格平面上的点 跟在全面上的这个点 如果他们是一致的话 你可以证明 这个是距离是最大的 但是呢 T.0形式永远不可能 两点回一致 它会逐渐积进 那么你给个许可 就是拖软折的话 达到一定的程度 你就是停止 那么这样 譬如说在P点上停止 它在去面上 那么产生一个格平面 我们就加到 那个宋式问题上 那么我们对这个 我们内部的 拖的MIQCP数据 进行测试 性能到底改善了多少 这样提升 那么整体提升3.3 那么对蓝的问题 提升了10% 那么FATO的问题呢 数据呢 整体提升10% 因为FATO是 摆离你这个转化形式 用的比较 很难用到 这个方面 下面我们将 讲FATO的 那个MIQCP 低性能的提高 像我前面讲了 我们这个功能是9.0开始支持的 是新的 所以说呢 机会比较多 并且呢 我们也花了很大的力气 虽然9.0已经在领先于其他 又花期很多 这次呢 我们又提升了很多 那么做了哪些工作呢 第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很多工作 我就是这是列出了部分了 那像第一个就是 QCP转成上线性转化 我们是先转成上线性来处理的 那么中目标当中 有平方向 比如说X平方向 我们现在也转化成一锁 那么这个转化呢 提高了14% 那么还有其他的东西 我们总体来说呢 这个转化过程 我们提高了36% 那么还有个右一话 比如说你有一个就是 二次等色 你说你可以乘一个系数 把它加到另外的二次 一锁当中 你可以把一须像 可以削减掉 如果削减以后 它的那个像素减少的话 你可以这样做 那么这样可以提升18%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总体这个预优化提升了33% 另外还有割平面 我们加了一个新的割平面 因为这个是红色 我还会给你详细介绍 就是叫PSD割平面 那么这个呢 增加了速度是15% 那么还有其他 割平面房间的改造 另外呢 对分支 还有基点预优化 启发式算法 等等等等 也许汇总起来呢 就是说提高了速度4倍 平均提高了4倍 多一点 然后对难的问题呢 接近4倍 那么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PSD的割平面 到底是什么回事 PSD割平面 在9.1当中 我们加入了这个新的割平面 那么用参数PSD卡特来控制 那么PSD呢 英文就叫Positive Semidefinite 中文就是半证定 那么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这个文献 这个文献就是说会介绍 那么在我们内部处理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伤线性 一说就是YID equal to IXIXJ 那么这个是对一项来说 如果对所有项呢 我们可以用矩阵来描述 Y等X乘X的转置 那么你如果进行松弑 就是通过PSD松弑的话呢 就是这个是大于等于 这个不是对的大于等于 这个形式 那么也就是表示 这个矩阵是PSD半证定的 这个呢 你如果通过那个 就Share不对形式呢 你也可以转化成 这个矩阵是PSD OK 半证定的意思是什么呢 半证定的定义就是 对任何一个向量 在时空间的向量 你的转置成这个矩阵 再成它 这个成下来以后 是一个数字 它是大于等于零的 那么找各平面 就是要找到这个东西 是违反的 OK 那么怎么找呢 就是特征向量 对应特征折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 那么我们做的时候呢 我们这线就是10个变量 X变量 那么所以说矩阵呢 就是最高是11层11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矩阵 你解了松弛问题以后 你就会有这样一个 X大多有这个折对吧 这个折以后 你对这个矩阵是对称的 那么你可以就是找 它的特征向量跟特征折 如果有特征折等于负的的话 你肯定可以找到特征向量 对应的特征向量 这两个乘起来是小于等于零 这个小于等于零就是说 整个就是说这个是非正定 非正定呢 你如果就是说这个违反 非正定的正定的条件 那么就是换过来说 就是你这个折这样呈出来以后 变成这个形式 那么现在这个比你多有具体的折 这个就是变量 那么这个就需要大于等于零 这个是就满足半正定的条件 但是对那个松丝解来说 它是小于等于零 它就是违反这个 所以说这个 这个平面呢 可以看 割掉你当前的松丝解 这个就是看 各平面的一个方法 那么 我们做了以后呢 我们进行内部模型 这样的测试 到底有多大影响 测试下来有对34%的模型有影响 那么平均提数呢 是32% 那么对整体模型呢 对这些有影响的模型是32% 整体提数呢15% 那么通常为了得到 那个到底提数了多少 因为你有的时候改一改以后 MIP就是说 那个如果solution path改变的话 通常那个就是速度也会改变 为了比较有把握的话 通常我们就是5 random seed 这种五个种子运行 然后来看 那么看出来有28个模型 都是正数 五个模型多减数 这个是情况 那么总体来说呢 这个就是汇总 Glubi 9.1性能提升的汇总 你们可以看看 就是一个是特别是 对我问题提升的比较好 另外一个fatal的MIQCP 就是新功能 我们提升的比较大 另外呢 IS检测也提高了 其他类问题 所有类的问题 我们都有所提高 谢谢大家 这个情况 那么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